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砍个亿万富翁做鬼的故事 人死后会变成孤独的鬼 但是可以为所欲为 向那些曾经作恶的人索命 我们的男主是个亿万富翁 三年前男主玩飞机发动机士林 就这样暴毙做了鬼 当然不是真的鬼 假死后抹去一切身份的鬼影 四个月前男主在意大利杀了个人 被黑帮追杀 经发妹受伤了 四人开的绿色跑车逃离 一边逃离赫发妹 也就是医生在车上给金发妹 做手术取子弹 司机男技术高超追杀的车 出了车祸四脚朝天 一路翻滚 一辆车追来 司机男一个飘移 卡车撞了追杀的车 一片火花 一名摩托车手持枪追杀 金发妹一枪击杀 金发妹以前是钟情局的 这枪法身手了得 车子继续在意大利狂飙 跑酷男在大楼顶上支援 跑下来释放了机关 无数钢管飞出 狙接了追杀的车辆 男主利用眼睛解锁了手机 这样可以顺臀摸瓜 去追查四个将军 还有直升机和汽车 在后面追杀 子弹不断的射来 道路上全是翻腾的汽车 这是翻车大赛吗 汽车突然停车 金发妹突突突一针扫射 追来的杀手全部暴毙 幸好有金发妹这个特工 否则大家早就被射成了马蜂窝了 跑酷男中间来接应 一发榴弹干掉了一辆追杀的汽车 赫发妹终于帮金发妹取出了子弹 汽车的前窗中弹看不见了 司机男出了车祸 一块铁片炸死了司机男 幸好接应的跑酷男和杀手男来了 大家一起坐船离开 只是飙车的司机男阵亡了 只能扔海里海涨了 替国黑哥执行任务中 突然一颗飞弹飞来 小队全阵亡了 就剩下黑哥一人存活 男主找到了黑哥 可以帮黑哥找到凶手复仇 黑哥假装跳海自杀 成为了鬼影特工七号 小队就只有六人 毕竟死了一个六号司机男 鬼影特工以数字相称 没有名字 现在小队最终目标 替国的独裁者老王 首先要干掉他身边的四个将军 为什么男主要杀替国的独裁者老王呢 四年前替国颠沛流离 有一百万难民在逃离 男主去了难命营 这个营地有八万儿童 突然这个城镇遭到了飞机的轰炸 并使用了化学武器 男主戴上了面具 并分发面具救援 一次割据上 男主遇到了独裁者老王 警告老王会有报应 男主还泡了演员娜娜 随后两人激烈地滚了床单 亿万富翁果然还是免不了七情六欲 而娜娜随后搬去了纽约 两人从此遥无音讯 男主从小是个发明家 成为了亿万富翁 这亿万资产也无法清除 这个世界的邪恶 而政府有时候只站在国家自己的利益上 所以男主就去他妈的政府 自己建立了鬼影特工 来进行惩恶扬善 干掉世界上最邪恶的人 男主轻松窃听了独裁者老王的通讯 获得了他四个将军的行程计划 这四个将军其实是去交易化学武器的 四个将军完成了交易 找美女开心的时候 金发妹和杀手哥先对着门射杀了一个 光头将军在挤痘痘一枪棒力 永远解决了痘痘 抽血加的将军被一枪射杀 胖将军啪啪啪正爽的时候 被逮住了顿时下面萎缩了 胖将军无所谓 两吨的杀灵毒气交易已经完成了 鬼影特工要求知道 独裁者的弟弟小王在哪里 独裁者老王竟然将弟弟小王 关在了香港某个大楼顶 随后一枪将胖将军给击杀了 杀手男和金发妹抽空滚了床单 执行任务的同时 果然需要爱爱来填补精神空白啊 六人出发去了香港 跑酷男通过高空吊车来到了楼顶 安装好了滑锁 鹤发女扔了笑气 让他们笑一笑 十年少 杀手和金发妹带了面具进了大厦 两人从正面杀了进去 黑哥远处狙击之远 警车来了 大家都被包围了 而且替国的保安比预想的多 杀手男和金发妹被拦截了 黑哥射穿了上面的游泳池 水冲下来打乱了所有的保安 金发妹差点被水冲下了大楼 杀手男骤晕了独裁者弟弟小王 让他通过滑锁去了另一座大楼 大家纷纷坐滑锁逃离 可怜的跑酷男因为滑锁断了 无法逃离 跑酷男施展跑酷神迹 到处逃跑 最后逃到一个钢结构平台 无处可逃 追杀者扔了个手雷 上面的钢管纷纷掉下来 差点砸死了跑酷男 跑酷男要被大汉扔下大楼的 黑哥一枪狙杀结尾 这次事件让六人坚定 不能放弃队友 大家是一家人 随后大家进入了T国 跑酷男却给国营电视台安装了转播器 亡灵节 独裁者老王开始直播 结果变成了独裁者弟弟小王的直播 号召人民解放自己一起革命 独裁者的老王雕像被炸掉了 形势不妙啊 独裁者老王躲到了自己的高级游艇上 男主给游艇安装了自己的发明的磁铁 启动后所有身上带铁都被吸到了墙上 当然男主的小队全是塑料装备 一番鸡飞狗跳 轻松捏杀了甲板上独裁者的守卫军 只要床舱里遇到敌人 男主一按手机通通去面壁思过 不服就被刀子扎吧 但是男主的手机控制器坏了 所以战斗又进入了肉搏战 赫发妹给了敌人一瓶 这哥们牙齿全飞了 男主这个富豪遇到敌人就不行了 没两下就被打趴下了 敌人抢了控制器不小心按错了 这下游艇发生了爆炸 船体炸了个大洞 独裁者老王坐了小艇逃离 独裁者老王坐上了直升机 发现开飞机的是弟弟小王 其他人当然说鬼影特工了 大家将独裁者扔进了难民营 无数的百姓冲过来 活活地将他打死了 所以一个人是孤独的 一个团队将无所不能 杀手男将金发妹带给了妈妈看看 跑酷男和鹤发女也就是医生好上的 而独裁弟弟做了总统 将国家管理得很好 而男主发现娜娜已经有了个孩子 这个孩子和男主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男主留下了遗嘱 如果死了所有的一切归儿子所有 大家继续走上真诚 做鬼去荡平世界的不平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 207。 2。